说起僵尸篇,你第一个会想到谁 没错,想必你也想到了九叔林郑英 最近更新的这部九叔的致敬之后 延续了九叔僵尸篇的许多经典情怀 九叔归来二,奉上 深夜,一个士兵在河边看到水里有异样 正在他疑惑时,突然 而这一切,正是河上这群人导致的 数十名大汉拽着铁链 似乎要从河里拽出什么 原来他们打捞的正是黄河血冠 传说中,血冠被埋藏着无数金银财宝 很快,血冠就被拖上了岸 血冠上还有个诡异符号 似乎在镇压着什么不祥之物 队长迫不及待地想打开血冠 看看里面的宝物 此时,村民被跑过来制止 并说,这血冠也是镇河之关 一旦被打开,将会获得到周遭的百姓 但队长为人贪财好色 一心只有血冠中的财宝 不过村民的阻挠,下令打开血冠 等血冠打开之后,里面只有一具僵尸 并没有什么财宝 一旁的老宝告诉他 队长一听,立马想将钉子拔出 此时,树林中怪风响起 哭中飞着一群乌鸦 报应很快就来了 水中飞出几只僵尸 将士兵一个个残忍杀害 一只僵尸朝着队长飞去 好大僵尸被铁链捆住 安然无恙的队长还在得意忘形 忽然不知血管中的猫疆已经复活了 转头就被猫疆抓起 士兵立马对他连开树枪 随之这猫疆高枪不入 将队长扔出去后 回头一个锁猴 两名士兵瞬间断气 猫疆心狠手辣 就连这对母女都难逃一劫 母亲当场领了盒饭 小女孩也飞出了好几米远 就在这时,道长九叔及时出现 八卦伞镇魂符 红钱红线 来者正是白眉道长九叔 一把八卦伞便将猫疆击飞 接着拿出两张符 一施法又把猫疆炸回 再次拿出红线 将猫疆绑住 和徒弟习心协力 将猫疆再次封印在血关之中 原来九叔感到并非偶然 而是当年师父立下的遗嘱 徒弟不解的问道 这僵尸为什么叫猫疆 九叔便解释道 师徒以称它为猫疆 是因为它出生在湘西的至阴之地 此物非人非妖 疆而不应死而不灭 以精血为石 绿月光则大凶 封印好血关之后 试图便打算将血关 运到至阳之地洛阳下葬 夜里 他们来到一家客栈 客栈的老板非常诡异 走路都是垫着脚 九叔还发现 他垫着的脚一直在流水 九叔拿出照妖镜 放在脚上 果然 这客栈有猫腻 而此时 小徒弟正在外面看着血关 大徒弟走过来 这准备尝试一下饭菜 被九叔当即制止 两位 是觉得我们的饭菜不可口吗 九叔连忙否认 对味道店里还有什么特色 于是老板拍拍手 连着后面赫然出现了几个姑娘 大徒弟立马把持不住 被几个姑娘迷得神魂颠倒 两个姑娘来到九叔身边 被九叔一眼识破 立马拿出来道符 将两人弹飞出去 旁门妖道 还敢出来害人 吴女也显出了原形 将九叔围了起来 师徒俩就和猫腰打斗了起来 而客栈外 一只猫腰已经盯上了血关 好在血关的红线浸泡过黑狗血 这才震住了猫腰 但是这倾盆大雨 一块就将黑狗血给冲走 九叔突然察觉一阵阴气袭来 原来是血关的猫腰准备逃出来 九叔立马赶出来 此时的猫腰 九叔也压制不住了 看来今天是由不得你了 突然一个道士落在血关上 师兄 只见他口念咒语 在血关上画着镇压符 这才封印住了猫腰 但九叔不知道的是 这师兄其实和猫腰是一伙的 九叔和师兄正在开谈做法 一个八卦阵内 摆着一个稻草人 接着一顿施法 一条红绳绑住了稻草人 而另外一边 一个女人走进一个山洞 在山洞里发现了一个祭坛 还看到了猫腰正在吸食人血 女人吓得不敢吱声 但还是被猫腰发现了 很快 猫腰就追上了女人 正准备扑上他时 九叔这边用红绳拽着稻草人 猫腰就这样扑了个空 原来九叔正施法用稻草人 控制住猫腰的身体 接着九叔拿起一个八卦阵 丢向稻草人 猫腰突然身体爆炸 被炸飞出去了好几米远 不省人事 逃跑前 女人还不让将采的药抓住 殊不知一滴鲜血 滴在猫腰脸上 随后女人来到施法的地方 跑过来告诉九叔有猫腰 师兄则趁机碰了一下桌角 桌上的法器倒下 就这样猫腰再一次逃跑 师兄露出邪门一笑 表面上给九叔一伙的 但私底下 他企图突破复活的猫腰 将自己死去的妻子复活 这次猫腰从血关逃出 却被九叔发现 为了阻止九叔再抓住猫腰 及时破坏了阵法 并成功嫁祸给了女人 隔天女人将自己 在山洞看到祭坛的事 告诉了九叔 晚上九叔来到那个山洞 看到了那个祭坛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师兄想借尸还魂 而此时 女人被村民们绑在了木桩上 准备烧死他为村民偿命 但没人发现 猫腰已经出现在人群中 他现在就差两个 一年一月一日出生的人 只要吸了他们的血 他就能恢复法力 而被绑着的女人 就是其中一个 等九叔赶来 这里已经失衡遍野 女人也被吸干了血 九叔做了个计划 将仅存一个 一年一月一日出生的女人 藏在棺材中 然后孤身一人 来对付猫腰 猫腰很快来到 两人扭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 九叔落了下风 无论的徒弟看不下去了 冲出来帮忙 在几人的帮助下 九叔将猫腰踢进了屋子 这时 队长对着屋子就是一炮 因为这就结束了 猫腰突然冲出来 看来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九叔这时只能使出 毛家禁术 只见九叔口还鲜血 一道天雷劈在猫腰身上 此时 当初封印猫腰的骨藏金针 掉在九叔脚下 猫腰见状 转头就想逃跑 九叔立马踢出金针 配合一道天雷 终于将猫腰拿下 这部电影 有没有让你有了 回到童年的感觉呢 是不是觉得 当年的那个九叔又回来了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